德云社天津剧场恢复了演出 演员们也都在努力积极营业 张云雷穿上古装拍了短片 烧柄和曹赫阳出了单曲 张九龄开创了 穿大褂解说篮球的的先河 孟赫棠在综艺节目里 和李雪芹一起制造笑料 雪芹呐 哎 宫哥 岳云鹏也在新游记节目里卖萌 郭契林也开动了他的超级大脑 在推理节目中一显身手 最厉害的还是秦潇贤 几乎各路综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上小局也决定重操就业 不练灌口练武术 小龙还是继续他的吃货本色 带着师兄弟逛吃逛吃 今天的说学逗唱的哥哥 就赶紧来看看哥哥们的最新动向吧 烧柄和四哥曹贺阳 在端午前夕推出了单曲 端午节的歌 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 其中还有说唱的部分 特别适合烧柄 师兄弟们都积极帮炳四做宣传 小视频玩得不亦乐乎 说像盛世专业 篮球也略懂一二 所以张旧玲偶尔客串一下 篮球解说嘉宾是绝对没问题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张九 你能预测出来就是今天比大概的一个结果吗 今天大概的结果 那么我肯定先预测这个是独行侠营 但是既然穿上长衫了 就免不了要在篮球解说里插播一段灌口 有这个公牛 熊鹿 蹄虎 黄蜂 灰熊猛龙 老鹰 还有森林狼 剩下还有我最喜欢的叫热火 好姐还有这么几个呢 有魔术奇才 绝金雷霆 快船国王 太阳马刺 火箭蓝网 火塞 这把您都得看 可以啊 提了吗 没有吧 还差着呢 提了提了提了 说相声的都有职业病 到哪儿都要耍嘴皮子 这上小局也是本来是来学武术的 结果一不小心又走到了相声的道路上 是想学兵器 还是想学拳鸟网 这个拳都有什么拳 有这一宗拳 二元拳 三趟拳 四宗锤拳 四把月家拳 五战拳 五虎爬山拳 六合拳 六合八法拳 七胜拳 七星荒咬拳 八仙拳 八极拳 九尽飞龙拳 十把内外拳 十二构拳 十三太保拳 十八博拳 博汉拳 完了 完了 这是上小局最近拍摄的搞笑短剧找寻的片段 打小练习武术 十二岁有小成 获得了街道比赛的两斤一铜的好成绩 最近爱上拍短片的不止上小局 还有郭德纲和张运雷 前几天 一家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个叫做德云影视的账号 乍一看还以为是营销号 结果这可是德云社正牌账号 老郭说 他要专门拍下短片 你们知道这个过去有本书叫《紫不语》吗 儿子不语说话 那你别说 闭嘴吗你们俩 紫不语怪力乱神 就孔盛说的 什么民间故事闹妖就闹鬼这些都别说 咱们这样 咱们说也不是为了逢点迷信 讲小故事吗 大伙哈哈一乐 对不对 咱们也开心 同个乐 咱们这 子不语 我语 老郭还真没有食言 小短军一级接着一级就来了 子不语 我语当中 张云雷化身成为翩翩公子 难道他要从歌手跨界当演员了 今晚您就在这凑过一宿吧 天亮赶紧走 多谢您 夜里听见任何动静不要看 任何东西不要摸 记住了 小龙 小龙已经早就是美食博主了 最近他的嘉宾又有新人 郭肖瀚也跟着蹭吃蹭喝了 孙九方也发了直播视频 不过他可不是美食博主 而是做核酸拍错了队 出来做核酸 到了以后才发现 是排队买粽子呢 我说怎么那么多大妈在那排呢 怎么 然后我进去一看 他们说老猪在 我说我给他发一微信 我说我俩联一下 因为我今天比较开心 明天堂食 所以我今天要吃个播 所以明天你要去堂食了对吗 对 你现在在天津呢是吗 对我在天津 你在北京吗 一直在北京 一直在 除了这些自我营业的演员们 还有很多演员 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里面 这个世界 睡什么睡 大家好 我是立即 众所周知 我和孟哥最近搞情情喜剧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在这里请大家帮我做一个见证 开直 啥话你老整个 你再来一点快快快快 我出的所有的包 有一个不想 我都给你买双鞋 好嘞 小瓜 这个人是李雪芹吗 是雪芹 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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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雪芹 梁克强 朱友梁 您 这是我们同事 你喜欢请个奖下 你不是 大哥 你打得是好的 我现在正在选招高手 明天有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呃下午一点对不对 对 我没有时间 你有时间 点餐员 我来 再来一段爆菜饼 呃 我请您吃 蒸汤糕 蒸兄长 蒸露 也绍花 也绍出去 绍子 你说这几个我们店都没有 要说德云社现在的综艺王 必须是秦潇贤秦公子 2022年上半年 老秦已经是劳魔中的超魔 他参与的综艺节目 多到数都数不过来 一往无前的栏里面学习消防 喜欢你 我也是第三季中 讲述恋爱心得 此外 全力以赴的行动派 奔跑把兄弟 青春手艺人 半熟恋人 开播情景喜剧 我们的新世代 也都有它的常铸 或者是客串 谁呢 我们的老朋友 都是谁呢 哎呀 你这欧什么呢 你这听营业 你体验营业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逃离芳飞 离花旗 怎样 怎比我脂头疮与闹 尝她 肯对她 明镜与点点栏目